历代至下第26章 全犹大的人民李乌西亚接续他的父亲亚马谢做王 那时他才16岁 亚马谢王和列祖同睡以后 乌西亚重建以路并且收归犹大所有 乌西亚登基的时候是16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52年 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向他的父亲亚马谢一切所行的 萨加利亚在世的日子教导乌西亚敬畏神 所以乌西亚常常寻求神 乌西亚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使他亨通 他出去攻打菲利士人 拆毁了加特的城墙 雅比尼的城墙和雅石图的城墙 又在雅石图境内 菲利士人中建造了几座城 神帮助他攻打菲利士人 和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 以及米乌尼人 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 他的名声传到埃及的边境 因为他极其强盛 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脚门 古门和城墙转角的地方建筑了城楼 这些城楼非常坚固 他又在旷野建造了一些 瞭望楼 挖了许多竹水池 因为他在高原和平原上 有很多牲畜 又因为他喜爱种植 所以在山地上和果园里 固有农夫和修剪葡萄树的工人 乌西亚又有善于作战的军队 照着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 数典的树木 由王的一个将军 哈纳尼亚指挥编队上阵 这些英勇战士中的各家族首领 总数共二千六百人 在他们指挥下的军队 共有三十七万七千五百人 都是大有能力 善于作战的 能帮助王攻打仇敌 乌西亚给全队军兵 配备了盾牌 毛枪 头盔 铠甲 弓箭 和甩石的机弦 他又在耶路撒冷 制造巧匠发明的器械 安放在城楼和城脚上 用来发射利剑和大石 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使他十分强盛 乌西亚强盛起来 就心高气傲 以致自寻毁灭 竟冒犯耶和华他的神 他进了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跟随乌西亚进去的 有亚撒利亚祭司 还有耶和华的祭司八十个 都是英勇的人 他们阻止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应做的事 而是亚伦的子孙 做祭司的事 他们是分别为圣 做烧香的事 请离开圣所吧 因为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了 你必不能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尊荣 于是乌西亚十分愤怒 手里拿着香炉正要烧香 他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 就在耶和华的殿里 香坛旁边众祭司的面前 他的额上忽然长出了大麻风 大祭司亚萨利亚和众祭司看着他 忽然见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 就急忙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急忙出去 因为耶和华击打了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风 直到死的时候 他既然长了大麻风 就住在一间隔离的房子里 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政 治理国民 乌西亚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 都记下来了 乌西亚和他的立祖同睡 由于有人说 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所以把他埋葬在亡陵的田间 和他的立祖一起 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 他人以后 他会有点兴趣的 compl散 在我身边 他还会有点兴趣的 他也会有点兴趣的